我告诉你啊 以后做红烧肉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了 那就是大错 你要学会我这个做法 做出来的红烧肉 不但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而且越吃越想吃 切好的五花肉 放清水和食盐 浸泡几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的 泡出杂质和脏东西 口感也会变得更加的暖落 每天分享做菜小技巧 留个关注 下次还能找得到我 空锅不放油 直接加热 放了五花肉变炒 炒到八面金黄 把它的油脂炒出来 这才是红烧肉 肥而不腻的关键 多出来的油 不要浪费 留下来煮个面条 都特别的好吃 再放白糖 用冰糖也可以 小火炒花上色 红烧肉才能又红又亮 一大勺料酒 屈心结腻 加葱姜 八角 干辣椒 盐 生抽 老抽调味 一大勺清水 淹没猪肉 小火炖七七十九分钟 撒露葱花 开大火受浓烫制 即可出锅 就是这么简单 快去做起来吧